欢迎大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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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欢迎大席 我们可以帮你 共和党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力 首次访台 觐见总统内清德 打赞他具有领袖特质 坚定展现挺台决心 赖清德总统上任后 美日欧等将近50个国际访团 相继抵台 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又以美国最多 美国前亚太副助亲 近期更私下否认 所谓的部分美国官员 私下对赖总统感到紧张的报导 等同用行动让依赖论不攻自破 而蔡英文总统在外交上 是赢得国际友人的信任 那也是赖清德当时副总统 他的工作内容之一 而外界不管是美国 日本 欧盟 这些重要的外交关系 对赖清德也非常熟悉 所以一直在制造依赖论 跟之前制造仪美论 那个认知作战的成分比较多一点 刚从美国返台的王定宇 直言赖清德的外交成果 有目共睹 赖政府227日执政将满100天 对外破除依赖论 对内在赖卓提治下的服院 定调裁团体战 不以个人英雄主义面对民意 服院有高度分工和默契 100天这天将以一般行程度过 协认让卓榮泰近期更会率领 行政团队向大众实证报告 我们看到卓榮泰院长跟赖清德总统可以说是合作无间 他们是多年老朋友也充分的信赖 所以在编列预算上你可以看得到赖清德总统在竞选时候 不管对医疗健康的投入 或者对于台湾经济的再转型 还有军事的投资 都有跟以往不一样的部分 所以我们期待这个100天 把破坏的蓝图落实在预算上 赖清德上任100天服院分进合集 展现学家默契 美丽老电子报也显示 民众对赖清德的信任度 与实证满意度双双达到5成以上 对行政团队的满意度也在4成左右 赖政府稳步持续向前迈进 您想赖的报道